机车闯红灯当场被左转的小客车给撞上 惊险一瞬间 30多辆机车把红绿灯当成参考用 险些发生悲剧 相同的状况发生在台中无期借出路口 一名女骑士闯红灯被货车撞死 二审的判决却大逆转 货车的驾驶被改判无罪 理由是法官认定 法律不能够强人所难 撞死的人却无罪 引发正反两极的反应 还原事发现场 女骑士红灯没有停车 但货车则是绿灯通过路口 导致女骑士被货车撞死 一审的法官认为 货车没有注意机车接近也有错 判刑两个月一颗罚金六万元 但二审法官认定 司机无从防止车祸的发生 因此改判无罪 撞几点只有4.2公尺 所以被告他驾驶小货车 无从去应变 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交通事故 时间回到了2011年 一家四口骑机车闯红灯 遭轿车冲撞 导致小四的儿子丧命 母亲的重伤瘫痪 但法官认定 肇事的轿车没有行责 去年逐科车车的驾驶 无照还超速撞死了骑士 但因为骑士违规左转 同样不起诉轿车的驾驶 过去类似的车祸 像台中汉西 这起白色休旅车 撞上了闯红灯轿车 结果坠落提防的意外 根据大安条例 第94条第三项 汽车驾驶人未注意车情状况 也就是所谓的帝王条款 就算绿灯行驶 也会被判以两成肇事责任 因此台中这起死亡车祸 撞死了驾驶 因为对方闯红灯因此无罪 这判决已经引发了讨论 借章品红台主报导